这次春节有十天年假 很多人都南下游玩 著名的景点像是台南国华街高雄奇景 屏东墾丁都涌入了大批游客 今晚气象局发布初二有急冻寒流 但游客似乎没在怕 只说南部好温暖了 应该可以躲寒流 不少人其实都穿短袖来逛街 甚至在墾丁南湾也看到了 穿着比基尼的年轻美眉大碗水上活动 游客在水上摩托车上 感受高速的刺激 冲浪踏浪玩沙 好天气吸引许多民众玩水 因为过年南都上架 当然要出来玩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好 穿着清凉的辣妹从北部南下避暑 外国观光客也共襄盛举 沙灘上插着醒目的红旗 写着禁止游泳 不少人改完水上设施 高雄骑津大街则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不少人穿短袖出门吃冰消暑 但也有一票从北部来的游客 直呼衣服穿错 北部很潮湿 高雄很热 我穿超多 至少我就会差五度油 不只身体暖和 心情也很温暖 沿路店家热情招呼客人 每间餐厅几乎都高普买座 跟去年比当然是超过五成以上 不然平常每次的过年 就是这么多人 每间都客马 人潮又变得更多了 今年的过年感觉就还蛮明显 有年味 镜头往北走 著名观光设定台南国花街 小吃餐前也大排长龙 沙灭衣面卖得强强棍 你家卖挖柜 业绩也比平常多了三倍 这都没北红 我没 所以今天很好 趁着过年连假的民众 把握好天气出门走春 业者也乐得大专一波新年财 记得苏惠婷 洪荣斌 林安平综合报道